但你看到一起在中国大陆重大的不幸交通事件 湖北一辆南下的双层卧铺长途巴士 12号晚间行驶到荆州长江大桥南段时 突然爆胎 失控冲破忽兰坠落桥底 距离长江仅仅大约7公尺 车身严重变形 14人当场死亡 8人受伤 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车祸的惨烈程度 这辆从恩施开往广州的长途卧铺车 在12号晚7点左右突然冲下湖北荆州长江大桥的护栏 掉到大约8公尺深的桥下 造成车体严重变形 据了解 车上有3、40名乘客 大多是年龄介于20到40岁之间的外出打工者 而开车的两名司机 驾铃分别20年和8年 目击者说 事发时卧铺车时速100公里 行进过程中突然传出爆胎声 之后冲下桥面 索性落在岸边没有掉进水里 但是现场调查排除了爆胎的可能性 有消息指出 卧铺车是因为内壁一辆摩托车才掉下桥面 荆州长江大桥2012年10月1号通车 有市民在网上爆料 桥上有多处修复裂痕 而在12号当晚 贵州省也发生一起致命灾难 晚上8点 6盘水马场煤矿发生爆炸事故 截至发稿为止已有21人死亡 另有4人下落不明 新查人记者仁浩综合报道 新查人记者仁浩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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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